這整個事情我覺得很簡單 我就是先看郭台銘的臉書 因為他覺得臉書的消息是最準的 那個消息或者他太太放出來的東西 大概比較能夠表達他本身的意思 然後再過來你就看這個事情 這個百逼二廳就是過程一波三折 不管是陳時中買或者郭台銘買 怎麼去判斷 就是你先讓郭董去買 他如果可以順利買到 那就大家的福氣 如果他也會卡關 那你就不要老是怪這個陳時中買不到 這個事情我沒有很複雜的判斷 我只有一個很簡單的判斷 就是為什麼你買AZ 因為都有緊急授權的問題 你像你記不記得回過台 那個時候其實我們那個時候 COVID-19也要買那個BNT 本來要來了 8萬還9萬7萬我忘記了 因為陳松自己有講 COVID-19本來要分配BNT了 對 然後後來要臨時取消 那個時候應該你也要給他緊急授權 有 那時候我們有先給啊 所以緊急授權這個事情 不應該在這種交易上面 被黨還當作一個阻礙 沒錯 就是本來就會給 所以這裡面 因為如果當事人不講 其實還有一個人可以講 我覺得他也是比我們了解的 老柯 柯建民 就是說 這個是說你在這件事情上 你有參與其中 來看這件事情的人會比較準 你看柯總召也參與其中 所以那個全線開綠燈 這件事情OK 這裡面 這裡面因為他還是 明不了有上海復興的問題 所以你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你有因為這個疫苗的最後責任 一定是政府扛 所以他一定會有其他顧慮 好 那走到今天其實很簡單 你基本上該幫忙了就幫忙了 剩下的就讓他單純的商業化 這樣子有什麼好處 就單純商業化之後還有沒有問題 我希望就不要有問題了 因為這樣才有助於我們判斷 就是事後我們回過來看這個過程當中 才會容易 那這個到了 走到這個節骨眼 就是看 好 郭董這邊 他也在臉書做 其實寫這個東西 刻意提到陳時中 陳部長 還有周志浩 那顯然是要澄清一些事情 對啊 好 既然 郭台銘 郭董 他會做這件事情 就知道 他就知道 那一定是相對有一些外面的講法 所以他才會寫 你如果今天是人家卡 陳時中卡他 或者衛服部或政府卡他 以郭台銘的個性 他會跟你寫說 對啊 還謝謝你還寫感謝函 然後周志浩 他在幫郭董這邊 到底幫什麼 因為看起來是滿具體的 要怎麼寫一些什麼樣文件或怎麼樣 所以我說這個事情 你如果不相信陳時中 沒關係 你可以去相信郭台銘 郭台銘已經做了這樣的動作 這個動作 寫臉書叫做政治動作 至於幾個縣市首長 那個呢 他需要一個擋箭牌 那個擋箭牌就是最後委託的那家公司 或者叫做防疫中心 這是明年的選舉考量 馬曉光說我們日本這一批快過期 人家這批的效期是到十月底 這批是他們新鮮剛做好的 而且我們很快就會打完了 而且話到說回來 中國到現在 不好意思講 中國你們連AZ都打不到 中國人連AZ都打不到 那馬曉光講這種話 我們當然理解 他在政治的工作上 他必須要講這樣子的話 他也充分的代表 中國對台灣的多麼的不友善 可是我覺得比較難過的事情是說 他這樣講我們國內還有人要呼應 如果說我們國內就知道說我們就敵對勢力 對我們不友善 那整天唱衰我們 我們大家就算了 認了不要理他 不是啊 你國內還有人幫忙讓他講 前一段時間我在LINE還看到 在臉書群組 還有LINE群組都有看到很多人在說什麼 他們要連署 連署來要求政府說 讓這個郭董買BNT 還說什麼救救大家 上面還寫說 那都是因為1450在擋我們 他我們買不到 都已經全力到沙缸了 還要說什麼啊 不好意思 1450有什麼能力可以擋郭董 我都嗆到了 經濟實力來講 1450根本根本不能比好不好 那這裡面就是 所以我看到很多醫療人員說 你在搞什麼呢 這個東西大家都樂見 然後大家其實之前比較有疑慮的是說 跟有辦法 因為我們看很多國外的報告都是 後來很多藥廠都講了 各個國家都有人在說要買 可是我們只跟政府對談 那政府這邊陳時中部長跟指揮中心 做了很重要的事情 是他跟郭董這邊都隨時保持合作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藥廠的態度是 我願意賣可是我要賣給政府 那政府就跟郭董不做 我政府跳出來 那如果藥廠的態度是 哎呀因為你政府 我有一些政治上的敏感 那我願意交給一個足夠大的民間團體 來做一個比方說有一個轉圜或什麼的 那政府就會退在後面說好 那就讓郭董買 只是前面我剛剛提到了 因為最終打疫苗的所有風險跟傷害 你是政府要去承擔的 所以政府必須要有一個角色 是我確保你這個疫苗真的是原廠過來 大概就是確保這個事情而已嘛 那這種動作 我覺得今天郭董寫的那篇 他前面提到的是他還在努力 最後一段提到的是他感謝政府跟他合作 也就是知道他在明確講一個事情 他不是一個人在弄這件事 也不是政府要反對他 他有在跟政府一起努力 中間那一段講得很清楚 不要假裝我的名義 中間那一段是這個意思 所以真的也拜託就國內這邊 不論是跟中國唱賀 或者是有一些民眾 他還跟著政黨被前一段時間 那種疫苗不足的恐慌的那種心情 然後去不斷的說我要救命 因為我必須講 是真的在前一段時間 因為AZ被講得很差嘛 然後莫德納後來也有人講說不好嘛 再來就有人講說其實他要等BNT 一直有人說要等郭董買BNT給他用 等他有一個就好像是等天神 派一根飛機來救你這樣子 那所以當然這裡面會不會影響到防疫 我覺得還是會 因為有一些人他明明可以先接種完疫苗 他現在覺得說 我好像快要有機會可以等郭董的BNT了 我是覺得這樣子對於防疫來說不是好事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還是 我覺得他今天這個聲明很清楚的講了 有在進行政府也在跟他合作 那這中間要利用他的這個 為台灣好的動作來做手腳的 就跟剛剛講賈永傑這邊 他希望能夠幫忙防疫 然後有人就要在這邊趁機作亂說 他還被罵 他怎麼樣 去做一個無中生有的新聞 去做一些無中生有的干涉這種東西 我覺得這件事情應該要停下來 在這裡面的電影 我們在這裡面對於防疫情 在這裡面對於防疫情 我們在這裡面對於防疫情 我們在這裡面對於防疫情